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大时代里头相当微弱的声音 王室里头更有许多假殉葬之名 行宫廷斗争之时 真的是相当惨人 所有的家仆奴隶都用绳子一个个绑起来 不管他们呼天抢地如何哀嚎 依然被迫往前走 他们是主人的陪葬品 必须跟着棺木一起进入坟墓里 他们更惨的是呢 他们在坑 那坑都先挖好了 就是你的位置都已经知道了 就是人是被带到这个坑旁边去 在坑的旁边解决掉 所以简单讲是直接在坑口边 直接动手的 先斩首 先把它杀掉了 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墓穴里面去 然后比较不人道 但是也是有比较少的就是活白 生前的奴仆死后也要到阴间 继续为主人效力 就连马匹金银财宝等收藏的物品 也通通都要陪葬 这是马的骨头 那马的话是拿那个骨头 去砍那个腿 天灵盖这个地方 所以马是这个地方 那个头盖骨被破坏了 那整臂完整的马放下去 那后面那个车的后面 车厢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 就看到有人在里面 就是那个人 就负责驾车的那个人 他也一起下去 事奉死的人跟活的人一样的 事亡如是存的情况一样 所以我死了 我这个主人 我死了 到阴间这些奴隶 还要继续在阴间 不是我 早在原始社会 人们就习惯于 把生前喜爱的日用品 和死者埋葬在一起 表达尊敬 夏商周时期盛行奴隶制度 奴隶也被看作工具之一 于是用活人来生训 就成为一种普遍的习俗 但到了百家争鸣的春秋时代 讲求仁爱的孔子看不下去 对这种残忍的殉葬深恶痛绝 李静说天地间人为贵 用活人殉葬是残忍的漏锁 本朝自文武周公以来 早已废止 我鲁国乃周公故礼 礼仪之邦 我们理应变古改制 推陈出新 春秋晚期 奴隶制度逐渐崩溃 改用人形拟友来陪葬 孔子于是说了一句至理名言 始作勇者岂无厚乎 表达他对殉葬的不认同 创造雍的人其实是一个 伟大的贡献 他不再以真人去推仗 而是以假人去推仗 那同样的 很多的器物还有用嘛 所以也不再用 真实的器物去推仗 周朝开始有这种雍的制度 所以周朝是人文精神 在中国发现的时代 认为这样殉葬是不对的 历史上活人殉葬最多的朝代 恐怕就是商朝了 根据甲骨文记载 伤亡最多的一次 杀了2656人 商大历史基本上有100多年的时间 那这一两百年的时间里面 就是在安阳时期 要一两百年的时间 这一两百年的时间的话 他们估算大概有十万人 殷商时代因为他们上轨 他们是相信鬼神 所以几乎所有的佛王 他们都有殉葬这样的一个状况 历代君王死后 所有嫔妃和宫女都得一同陪葬 除了想要在阴间继续使用这些珠宝美女之外 也用陪葬者的数量来彰显自己的崇高地位 曾经为了博得美女包四一笑 而烽火系诸侯的周幽王 就是其中之一 据说她是死的时候 有一百多的公里陪人殉葬 所以那个时候是在周朝里面 人数最多的殉葬的国王 周朝帝王陵墓旁殉葬坑里的凌乱骨骸 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而考古学家还发现 这些遗骸中竟然还有未成年的小孩子 可是以前的话 觉得孩子只是一种 可能以后有用的物资 就这样子 像这些小朋友可能用绑的 整串整串就绑在那个坑口边 那个坑先挖好了 然后就在坑口边 然后后面拿那个木棒 就是从后脑上直接挡 残忍的活人殉葬也有阶级之分 位阶较高的家臣可以整齐排列 其他奴隶则被随意起之 砍头以后的话 它的头跟身体的地方 是分开不同位置放的 而且身体放的时候还排整齐 所以其实它是代表一个现象 是说他们这等级明显高于 像是这种孩童类的 夏丹说实在的这个 有些考古的遗址 它是把我们俘虏过来的奴隶 然后去培葬 但是培葬的时候 它尸体是不完整的 它有切个手 切个脚 全球之后 本来已经逐渐减少的殉葬 在秦朝又发生了一次 大规模生殉事件 原来秦始皇除了用 数以万计的兵马俑当作陪葬品之外 史记秦始皇本季中提到 秦二选藏说 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言不疑 皆令从死死者慎重 这段话可以推测 后宫女人大概被赐死了一半以上 因为这个妃子 他既不能够放出去的 因为他已经跟皇帝 已经算是他的妃子了 那放到外面去 那外面的男人跟皇帝 共用同一个妻子 或许这个对皇帝不太尊敬 你把留在宫中的话也不太好 为什么 因为他也没有小孩 可以奉养这位妃子 你没有产下子女的 对不起 全部送进去 所以据说 当时哭声整天全部送进去 另外造木的工匠 因为大臣建议 这个栗山林这个地下宫殿 非常的雄伟 然后陪葬非常丰富 这些工匠全部都知道他的机关 所以也不能让他们活得出去 于是也把他们推进去 相传动用了七十万人建造林寝 但为了避免被盗墓 秦始皇下令 工程浩大的林寝一旦完工 就要把所有工匠全部活埋 这么惨无人道的做法 仍然无法阻止黎山林被发掘 但史上还有一位帝王林墓 始终没有人能找到 这也是数百年来考古学上的一大谜题 统一北方草原建立蒙古帝国的传奇帝王 东征西讨二十多个国家搜刮而来的无数宝藏 是否跟着他一起埋入地底世界 七百多年来无人得知 因为长吉思汗也遵循大漠习俗采用秘藏形式 将遗体放入林寝之后 立刻把地面移为平地 所以他们会种万马品种 勇武民族嘛对不对 那个马整地来回奔跑来回奔跑 在那个大小学上来回奔跑 把所有可能的蛛丝马迹全部都踏平 在忽必烈以前的 就是蒙古的忽必烈以前的 这个蒙古那一些部落长 包含成吉思汗在内都一样 就是所有的部落长的墓都没有找到 那种小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它可能在大草原里面的哪个部分吧 除了长吉思汗 元朝历代君主的坟墓也都一样神秘 马可波罗游记中就记载 成吉思汗的孙子蒙物死时 送葬之徒刺 遇人尽杀之 其数在两万人以上 在送回到大都的这个路上 为了可能就是为了不要让这个蒙古 它寂寞或者说别人说 它应该就在那个什么 那个阴间有应该一步的排场 所以只要路上遇到了 遇到人 然后遇到无论是其他的种族的人 其他的部族的人 或者是说汉人 就杀了他们 然后用来陪阴阴阴阴那个蒙古 几乎有上万人培训 古代君主的残暴专制可见一般 而殉葬演变到后来 也从原本的彰显尊贵地位 变成了政治性谋杀 像是汉武帝70岁临终之前 就因为害怕才8岁的儿子 继承王位后 会被后妃干政 重蹈当年旅后专制的复彻 因此亲自下令杀害了 年仅二十几岁的沟义夫人 把沟义夫人 交给廷尉 叶尔知道错了 是 叶尔知道错了 陛下 你们还等着干什么 他们把人带下去 错了 汉武帝在临终之前亲自下造数 亲自以亲自下造数 要这个沟义夫人 知道吧 沟义夫人 这个去自杀 下去死了 而且他不是来陪葬 殉葬 不是 是叫他去死 那这个当时有几个大臣 他负责监视这个沟义夫人 有没有这个 就是检查他死了没这样子的 据说汉武帝一直要等到 听到那个沟义夫人 真正断气的消息 他才可能合上眼睛 立太子齐恩仙赐死齐生母 这种残忍的传位方式 是学界称为立子沙母 首开先河的就是汉武帝 而除了勾义夫人 汉武帝后宫上千嫔妃 宫女也没有信念于难 但他们不是汉武帝下遗照 要求陪葬 反倒是被大臣霍光给杀害 陪女的这些妃子们 他们在那个地方 这个因为可能年轻嘛 二来是这个样子很无聊 所以后来慢慢慢慢的 这个觉得空虚寂寞这样子的 所以后来就跟陪林的士兵 还有负责陪林的那些官员们 然后后来就据说发生了一些 这个不可见人的淫乱之事 所以霍光一气之下 就下令那个守灵的士兵 把这些陪林的这些妃子们 全部的出死 布局有死掉的人 到阴间继续服侍汉武帝 他的林寝 茂林周围还有成千上万的活人守墓 茂林据说有六万户 他的帮他守墓守灵园 就是签这个所谓的 长安那些所谓的游民 或是不乏这个浪荡子 全部签到给他守墓 所以有六万户 六万户他们说总共有二十七万口 就是一户四个人五个人左右 当时这六万户里面就有二十七万人在茂林附近 那几乎就是一个中大型的都市 其实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时代 虽然享有文景之志的美名 但汉景帝所葬的杨林 却也发现数量相当惊人的殉葬坑 而且死状其惨 凌乱的而且数量很多的 有些是井子有这个铁圈 或者是手铐或者是脚镣这样子 就是他的遗骨上都是这样子 那都是被灼杀的就是砍杀 所以有人认为 虽然汉景帝没有说用殉葬 但是他把这个地方作为刑场 也就是他在他自己的林墓附近 就将当时可能要猝死的这些人 全部都送到这边的猝死 然后就地就埋葬 一句句白骨汉刑剧 揭露出古代帝王的残忍好杀行为 违反人道的仪式也一再饱受批评 从春秋战国以来 秦木公曾经禁止过以活人生训 但朝代更迭 产无人道的殉葬一直无法根绝 康熙十二年正式禁止奴仆殉主 彻底废除活人殉葬之席 但几千年来 已经有不知多少骨骸死在君王坟墓里 殉葬制度画下去点 也见证了中国历史中最残忍的文化之一 大时代里头还是有人敢挑战陋席 像是礼记里头记载 齐国有一位大臣死了之后 他的亲子跟总管打算要用活人陪葬 结果呢 他的弟弟就说 如果哥哥在阴间需要有人伺候的话 没有人比他的太太跟总管更合适的了 如果你们坚持要用活人陪葬 那么你们就以身作则吧 结果这两个人吓得不敢再提 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只是殉葬制度到了明清 更多时候出现的 却是政治斗争之下的牺牲者